大家好 因为前几天深圳房价的突然上涨吧 所以啊 很多人都问我关于房价的问题 很多人都非常的焦虑啊 也非常的紧张啊 估计我的粉丝里面 有很多都是在城市奋斗的 也没有房子的年轻人啊 关于房子这根神经呢 都非常的敏感 非常的脆弱 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民生嘛 譬如我要讲自由 对吧 衣食住行啊 而且居住自由 我就放到最守卫的 我认为言论自由不重要 所以我跟这部分年轻的想法 基本是一致的 对这个问题啊 也是比较敏感的 原本吧 对吧 前两天说 录一个后疫情时代 或者疫情后的这个世界吧 对吧 关于最后一部分 中国的部分 原本要聊房价 把它放到那个部分的啊 但是大家这么着急呢 我就把它提前一下啊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吧 那正是说房价之前啊 先说三个 之前大家一贯的 虞误 第一个就是土地出让金推高了房价 嗯 它可能会推高了一部分 但整体并不是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2015年 我们都知道房价翻了一倍 但是对吧 我们如果看数据的话 2015年啊 各大城市的新增住房不足千分之三 也就是说2015年之后啊 如果一个城市 你不管北上广深还是其他的城市 有一千套住房的话 新增的也就只有三套 那么也就只有这三套和15年之后啊 土地出让金增长有关 那是不是有没有增长 我没有注意啊 但哪怕15年之后 土地出让金增长 也就是千分之三 这个数据啊 是非常非常的小的 那么大部分的房子 都是15年之前盖的 都是15年之前买的 我们假设 你在15年之前 100万买了一套 对吧 那么15年之后呢 它就变成200万了 你增值的这100万 和土让金有关系吗 有关系的只是你之前的那100万 所以对整个市场来说 大部分的房子 它的升值和推高价格 和出让金并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土地出让金能够起到作用的 也是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那么15年我们之前再往前推啊 当然我不确定 我的数据一定准确啊 我看到都是一些媒体的统计啊 未必是来自官方的 比如上海市 上海市大60%往上的房子 是2000年之前盖的 那00年之前 那个土地出让金啊 那就更低了 那它后来的价格都是在二手房的市场上 或者哪怕没有进入二手房市场 房主自己持有 它也是随着市场不断的增值的 不断的涨价的 那你说这些和出让金有关系吗 而且还有很多的 比如拆迁房 对吧 还有很多是在福利分房 没有结束之前的福利分房 福利分房后来补了很少的钱 就市场化了变成个人的了 再加上以前城市的国有企业的一些公用房 没有产权 是以前的一些企业俗室 有一些企业呢 自己就倒闭了 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乱造的这些产权 还有我们很多说的老破小 其实很多的老破小 都和以前的福利分房 或者是企业俗室都有关 那这些房子 其实就没有土地出让金这一说 因为当时并没有实行招牌挂 对吧 所以整个房价的上涨啊 并不完全取决于土地出让金 甚至我认为土地出让金的部分并不大 它是一种市场行为 但是这个市场行为 是不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呢 那就不好讲了 这里面涉及的因素很多呀 比如15年 对吧 那一轮暴涨 爆出了很多的新闻 比如中介 架杠杆 对吧 自己收了很多房源 比如 10万收的吧 假设 对吧 他自己就囤了很多房源 然后往上抬 甚至中介联合业主抬 而且很多的金融操作 假设吧 你买不起房子 但是你可以和别人合伙炒房 比如10个人出钱 对吧 一人出10万 买一套100万的 然后等着他增值 那么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啊 都进去了 投低的资本 等等吧 对吧 我们抛开这些乱七八糟的 其实房价最主要的因素啊 至少从目前来看 还是人民的内部矛盾 还是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矛盾 有房者还是希望他不停的往上涨的 对吧 其实大家都是人民群众 区别就是你没有 他有 有的就希望不停的涨 没有的就 希望他赶紧跌呀 这就是多头和空头的游来啊 但最后的根本呢 还是屁股的因素啊 当然对很多自助的来说吧 涨不涨 跌不跌也无所谓了 涨也不能卖 跌也不能卖 但是如果有贷款的话 那还是希望涨的 如果跌的话 至少心理上是受不了的 但归根结底啊 对吧 它是一个人民内部的矛盾 是有房者和无房者之间的矛盾 这才是最主要的 第二个就是租售比的问题 还是集合同一点啊 这个租售比啊 我看很多人都抱怨啊 这个租售比太低了 那我有朋友抱怨啊 我是07年毕业 但06年 我们06年啊 84年一年啊 出去实习的 或者怎么样 学校就撒出去了 很多也就找了工作 所以06年到了北京 那时候对吧 也有一块租房的朋友 在我爱我家啊 以前说过 嗯 那个时候做二手房中介吧 是没有底薪的啊 也有一段艰难期 后来赶上了 四万一之后啊 赶上了 对吧 自己啊 也整了好几套吧 租金啊 就嫌这个租金太便宜了 啊 以前还跟我们谈啊 去家上北京 还吃了个饭 还聊这个租售比啊 租售比太低了 但是他说这个租售比 是按照现在的价格 对吧 但他是08年到09年 那段时间买的 你如果按那段时间 按照你那个时候 买房的价格来看 你这个租售比 我觉得它很高啊 比如最简单的啊 因为它有贷款 嗯 它贷款多少钱我忘了 反正它现在的房租 是它贷款的二倍 贷款是一千 房租就是两千 那你 对吧 把这个价格还原到 08年的时候 他买房的时候 你说租售比高吗 所以很多人 说租售比太低了 对吧 房价和租金之间 差距太大了 租金太低了 都是按照市价 按照不断上涨的市价 并不是按照 自己买房子的价格考虑的 但事实上要谈租售比的话 还是要谈自己 买房子的价格 和现在的租金 那么中国的大部分房子呢 对吧 千分之 900多 都是这个 15年之前盖的 所以你回到15年之前 那个价格 大部分的房子 其实租售比不是低了 反而是高了 反而很高的 所以这背后 还是有房和无房的矛盾 还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还是前面说的 租金也一样 如果你是房东的话 你当然希望越高越好了 看知空人家很多吐槽 譬如上海的 也包括深圳的 包括房东 消息灵通的很 知道你公司涨工资了 一涨工资 马上就加付了 所以 这个涨工资的部分 都被房租吃掉了 对吧 剩余价值 都没了 那第三个 就主要说 4万亿的事 比如06年 我那时候主要活动 在双景桥 那一圈 那一片 其实双景桥 你譬如百花加烟 往外那边 都是平房 你再往南走 也都是平房 你到北京南站 那不用讲了 北京南站 非常的破 非常的烂 那这些年 这些地方全部都建设起来了 当时哪怕就是北京啊 不要说通州啊 等等 四周的这些地方 平房也很多 也很破烂的 如果没有4万亿之后啊 全国大规模的建房的话呀 我想大部分的青年人 要么进不了场 哪怕你大学毕业 你也进不了场 要么就是房价会更高 因为在08年之后 这个全国大规模建房之前 大部分的城市规模不大 住房很少 包括很多本地人的住房面积 也依旧很小 所以啊 你要看另外一个数据了 就是城市化的速度 或者是进城的 尤其是这个毕业生啊 本科毕业生 当然他和这个扩招有关 08年往后 也是之前大量扩招的 大学生逐渐毕业 其实不仅是大学生啊 包括很多的城市青年等等啊 包括进工厂的等等 也都陆续进城了 所以这归根结底啊 是一个供需的问题 其实4万亿之后啊 这个供给是增加了 增加了不少 但是依旧赶不上需求的增加啊 也就是说他市场啊 假设一年盖1000套房子吧 但是每年进城的人是1万个人 或者甚至是10万个人 双方没有成比例啊 所以从目前来看呢 这个房价的问题 不是4万亿之后盖多了 相反是盖少了 而且那个时候 有时候经常往东南公园走 对吧 闲得没事就溜的 一些北京本地的老头说 以前东南这边啊 也很荒凉的 菜市口那种杀人的地方啊 这都是中心区了 如果没有这个城市的规模的迅速扩大呀 还是前面那句话 要么大部分人进不了城了 要不然你去了的话 房价会更高的 它归根结底是一个供给的问题啊 其他的非市场因素都存在 但是供给和需求依旧是最主要的问题 那就涉及到第三个了 那就是供给和需求的问题 对吧 那么很多其实大城市啊 并没有多少地 要么呢 就是学习 我觉得日本是值得学习的 其实我们的土地供应法啊 土地供应条例啊 修改了一些的东西啊 那么觉得是想往日本那么个方向走吧 打破城市的界限 因为目前中国的很多大城市啊 城市和周边的县城 乡镇之间 界限非常的明显啊 要打破城市的界限 那么这也是 其实我们基建啊 可值得翻展的地方 打破城市界限 周边有很多的卫星城等等 这是解决供给的一个办法 但并不是主要的办法啊 那么目前为什么 对吧 中国这个房价问题 其实主要还是集中在很多的大城市啊 你譬如这个东北啊 之前网上很红的 这个鹤岗 两万多 其实我们这 对吧 房子更便宜 比鹤岗还便宜 很多基础设施吧 我觉得比很多 很多地方一两万的 还要好 毕竟我们有高铁站啊 有普通车站啊 还有三个医院啊 还有三地影院啊 什么都有啊 县城好像是五六万人 地方很小 那房子更便宜 比鹤岗还便宜 所以又回到第一点了 对吧 它真的是个土地财政的问题吗 那你看我们东北这些县城 财政似乎更不好 那它更需要卖土地了 但事实上不会的 因为什么 人很少 而且人口外流又比较严重 没有人接盘了 根本就没有涨的价值 也没有涨的可能 也没有涨的动力 归根结底 还是外来人口太多啊 还是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 那么我们这个供给和需求 最主要的矛盾啊 是产业集中 很多的产业都集中到大城市了啊 比如之前贸易战 对吧 有一个很重要的段子呀 比如深重越海街道办事处啊 华为还有大江腾讯 都在这个街道 三家巨头企业啊 但是这个段子的背后也反映了 产业过于集中了 那么至于这个大城市啊 你像北上广深啊等等 就是房价不停的上涨 很多年轻人还是要去的 为什么 因为产业在这里 尤其是很多高新产业 你不上这里 你退回到二三线 你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没有这一类的工作 不会给你提供的 那既然这些优势的产业 始终集中在大城市的话 那么房价肯定会上涨的 肯定会一直是往上涨的 所以目前的限购啊 还是压抑了需求的 如果限购打开的话 会涨得非常快 这是必然的 所以要解决供需的问题啊 首先是要解决产业过于集中的问题 那么产业集中呢 大概有两个历史 第一个历史啊 是改革开放初年 人民币呢 订毛了美元 人民币订毛美元发行了 因为我们融入世界了嘛 当时整个世界货币的发行啊 大体是这么个样子啊 都是订毛了美元的 那沿海城市 过南海 走马六甲海峡 对吧 他更容易把货物出口到欧洲 出口到美国 那这个是产业集中的 第一个原因啊 第二个原因呢 就是分税制之后 分了国税和地税 在一个中国呢 改为收生产税 而不是收消费税 收生产税的话 那他更会有利于产业的集中的 因为只有企业不停的扩大的产业的规模 才会有更多的税收 那这个时候 你像这些沿海的城市 因为第一步吧 对吧 我们改革开放第一步啊 靠做低端出口 积累了一些产业链啊 积累了一些基础人员啊 那么把后面的产业啊 都放在这里 会让成本更加的低的 又更加的有利于出口的 同时呢 也更加的有利于当地的发展 那么从收生产税上来讲 更又有利于扩大税机 这也是从税收的角度上来讲的啊 那收生产税的话 对很多内陆的城市 对吧 尤其是小地方 小县城 那就是一个灾难 因为当地就没有税收了 甚至还会造成啊 产业的不停的流走 产业不停的外移的 那它又造成一个恶性循环吧 产业集中的地方 对吧 因为生产税 税收供价的充足 更容易制定产业政策 人才政策等等 这样啊 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啊 其实我们老讲啊 欧美很多地方啊 发展的是比较均衡的 有大城市 有中小城市 那很多中小城市呢 也有很多优势的产业 归根结底 他们说的是消费税 消费税容易把税收啊 留在当地啊 容易呢 让当地啊 有更多的政策啊 制定更多的财政政策 或者说是一些产业政策等等啊 所以对吧 很多的大企业 你譬如苹果呀 等等这些企业啊 他也很倾向于去一些人口不是那么多呀 环境又比较好的地方去投资啊 去设厂 甚至把总部呢 逐渐往这些地方切啊 因为对很多企业来讲 都集中在大城市各种生产成本 用工成本 包括居住成本等等 也是非常的高的啊 但是在生产税的情况下 很难外移 你要移到 譬如你移到内陆去 内陆因为 没有消费税 他税收很有限 其实就是没有钱 很难给你做好配套 资金非常非常的有限 只能走银行贷款的模式 但是很多大企业 要往 其他的地方搬迁的话 其实你的地方政府 要做很多的配套工作 甚至你要给很多的承诺 也包括给很多的税收减免和复制政策 但这种情况下就很难做到 当然我们在分税制改革之前呢 对吧 他又面临另外一个情况 国家没有钱 对吧 税都在地方 然后很多国家政策呀 推动不下去 产业政策推动不下去 所以对吧 当初搞分税制 也是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 但是凡是有利有弊 而且一种政策呀 时间越长 它的弊端也就越明显啊 那目前吧 对吧 以房价为代表的 这个弊端呢 是越来越突出了 那好了 对吧 关于房价的这个几个误区呀 包括对吧 真正产生的原因 我大概就说完了 真正的原因还是产业过于集中了 那么产业集中呢 和分税制的生产税 有很大的关系啊 因为中国说的是生产税 是间接税啊 但是啊 这里也说一个拗误吧 其实生产税和间接税啊 它的税率并没有消费税 高 其实总体是低的 不要老看各种比 而且间接税比直接税是难收的 而且间接税啊 容易漏税 譬如假如你去饭店吃饭 按正理说是要给你开发票的 要交税的 但是很多不给你开发票 不该发票的话 这笔税呢 就漏掉了啊 就逃掉了啊 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因素了 而且呃 它会有很多产业扶持政策吧 譬如你这个企业没有做大之前 它会给你免税的 做大之后呢 嗯 再收税 让他收税 呃 也会考虑企业的负担的 等等吧 那也是间接税相对灵活一些啊 嗯 但是到了今天吧 对吧 以房价为代表的呀 对吧 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啊 这个不满情绪啊 越来越高了啊 嗯 偶尔吧 会有很多的正能量的东西啊 大家 嗯 正能量爆棚啊 但是一遇到房价 就瞬间牙口无言了 就躺失了 就像小的时候啊 你妈妈说你 你有一堆的理由 然后你妈妈说 你怎么不好学习呢 一句话 KO了 或者像现在 我们这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也一样 对吧 跟父母吵架啊 你有一堆的道理啊 父母因为没有道理吧 很多老年人啊 抱着老思想 那他也一句话 你怎么不结婚呢 一句话KO了 也一样啊 这个房价也一样 对于目前呢 这个中国的年轻人也是一样 也像这个五四的时候 对吧 你家这个B站 B站这个宣传片啊 后浪等等 正能量爆棚啊 非常激励人心 但是为什么 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弹 1.2亿的B站青年 普遍非常讨厌 为什么 就是因为 和现实啊 差距很大 大家还是很苦逼的 而且我看评论 包括知乎等等 包括B站这些 很容易就指向房价了 你给我这么多 正能量的东西 你这个房价这么贵 对吧 让我们去奋斗 奋斗我买得起房了 所以他已经变成一个 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尤其是对广大年轻人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问题 有的时候你做再多的正向的宣传 一碰到房价 KO了 就像前面说的 对这个很多的孩子来讲 再多的道理一句 你怎么不好好学习呢 KO了 从深圳这个事情 其实中央独察组下去了 深圳这个房价简单也说一下 和08年一样 这里也说一下08年 08年温家宝啊 后来针对这个4万亿推高的房价 做过具体的回答 说4万亿并没有流入地产 都流入了各个领域了 尤其是流入中小企业 这话说的对 但是对了一半 4万亿是进入中小企业了 但是中小企业的钱并没有开工 其实今天的情况和08年一样 这次借着疫情 我们很多啊 我们看这个各种的言论也就出来了 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才是承担就业的主力 你要先救中小企业 要给中小企业纾困的 08年其实也一样 要藏富于民的 但是疏困政策真的下来了 一些补助一些无息贷款 真正下来了 他并没有选择开工 两部分 一部分选择持币贷购 观者再说 反正是无息贷款吗 对吧 你假如说是一年期两年期 你或者三年期 你不管几年期 我就放在手里 我不动 到这次我约分不动还根就得了 反正又没有利息 那第二部分呢 对吧 不会开工的 因为经济整体预期不好 没有订单 我开了工 没有订单 我开工有什么用 开的越多 赔的越多 对 虽然要钱的时候 要政策的时候 说我们是吸纳就业的主力 不开工工人都失业了 是拿着工人 拿着穷人的借口 但事实上 真正拿到钱的时候 往往并没有 就不考虑工人了 就不讲我们是就业的主力了 深圳也是一样 深圳这个中央家 都下去查得也很清楚 就是把这个纾困的资金 无锡的贷款 拿到之后 背后有银行 有中介 也有业主 这几方共同的联合的 推高了房价 首先成交 比如一个小区 成交一套 然后这个小区的 所有的业主 联合涨价 你看我们这有一套 涨价了翻倍了吧 联合涨价 对吧 然后二十方中介 联合上 然后银行有一些 因为这是纾困的贷款 按理说不能进入地产 但反正吧 这一只眼闭眼 就进入地产了 最终导致这个局面 它和2008年是 几乎是一样的 目前这个事情叫停了 那么这个事情叫停了 一方面说明了 这次疫情 这些危机 我们不打算 继续用房地产 但实际上我觉得 也用不了 太高了 你再用完 对吧 那大家就佛性了 很多就没有发奋斗了 奋斗不了了 很多吧 就学习三合大神 去躺诗了 既然不继续做房地产的话 那你必要解决这个问题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那一定是要解决 产业集中的问题 解决产业集中的问题 那就是要解决税收的问题 这是一连串 那所以我认为中国消费税 要陆续的要出台了 消费税也包括房产税 也包括资产利得税 也包括遗产税 也包括其他的 但总的来说 我觉得还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 生产税和消费税并行的 但是会推进消费税的 尤其是对地方政府通过消费税 让很多的税收留在地方 让对方能够制定产业政策 能够制定企业扶持政策 能够让本地陆续的有一些产业 这样才能够把人留在地方 毕竟摊大井市的大城市 也未必是一个特别发展好的模式 一个国家有一些大城市 基本差不多了 也不能遍地都是太集中了 而且通过这次疫情 也能看到过大规模的城市 往往抗风险能力也是非常弱的 也是非常的弱的 归根结底 还是产业要分散 才能真正的解决房价的问题 所以最后的结论 很多事情还是要 怎么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房价对你负担很大 等等 那你还要是找到真正的原因 如果你找不到真正的原因的话 你一辈子解决不了 包括很多 说要监督 我看YouTube有很多 因为最近房价也从YouTube 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 包括反华的也是大肆的煽动 还是老三样 地产税其实说的很清楚 归根结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个主要也不在土地财政上 也不在土地出让金上 还是前面那句话 大部分的房价 它是跟着市场走的 如果按土地出让金算 那就没有涨价 这个可能了 你假设土地出让金占房价的比例的10% 那你15年的土地出让金多少 你15年买的房 那还有涨价的可能吗 就没有了 所以还是要找对原因吧 对吧 找对原因 归根结底还是产业集中 你对很多的专业来讲 也包括很多的年轻人来讲 你要找一个好一些的工作 你只能往这些大城市走 都往大城市走的话 大城市的房子是有限的 其实这也话又说回来了 包括深圳这一轮上涨 其实我们看一下深圳的财政局 其实不止深圳北京 包括财政部 他这个财政收支都是公开的 你真的觉得深圳也好 或者上海也好 或者北京也好 他的财政是靠卖地吗 不是的 深圳也不是的 卖地的收入占比很低的 确实他占比很低 并不在这 那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对吧 喜欢的请订阅一下 对说了一对 还忘了说最重要的 那这个疫情之后房价怎么样 先调控 对吧 目前看还是继续调控 包括深圳 这个中央这个检查组下去 还是继续压制住 很多人说压制住啊 是避免大跌 不是的 你要放开调控绝对会大涨 还是避免大涨的 并不是避免大跌的 因为并没有跌的可能 也没有跌的现实需求 那么压制住 避免大涨吧 会在税收上 土地购应上 陆续的 做出一系列的 改动 做出一系列的 改革啊 然后 对吧 会有很多的产业 陆续的往内地疏散的 当然还忘了说一点啊 那么产业往内地疏散 其实和这个基础建设 比如我们看近些年啊 很多 其实包括很落后的地方 这个路啊 修得很好 这个网络啊 四季啊 搞得很通畅啊 电呢 都不缺 对吧 当然有很多人说 这是赔钱的呀 这个尤其很多 P&P的很穷啊 当然反对他们的是 从这个道德的角度 穷人就不费享用吗 但是我们也要考虑 财政的角度 否则的话财政窟窿太大 拖累太大的话 也不是好事 那么其实你就要考虑 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产业疏散的角度 那同样 我们过去产业过于集中在 沿海城市啊 和很多配套有关的 对吧 和和产业链整体有关的 那么产业链拉得过长的话 物流运输费用太贵的话 不利于出口成本过高 也不利于国内的循环 对吧 那么只有这个 配套搞好 对吧 水电交通网络 这都是配套 你把它都搞好 很多落后的地方配套也搞好 那么真正疏散产业的时候 你才能接得住 没有基础设施 你怎么接 而且尤其是交通 对吧 你在这里建厂 生产的产品 因为你现在不可能生产 一整道产品 都是一个环节 你这个环节 运到其他的地方 去组装等等 物流费用也不能高 交通也要好 一个是物流费 一个是保证物流的效率 和物流的时间 所以 我觉得长期来看 产业会疏散 既然产业疏散的话 那么对很多工人来说 很多打工者来说 你就会有更多的选择 有更多的选择的话 自然就不会承担过高的价格 但是对于一些一线城市来说 它也没有这样的空间 但是产业疏散之后 其实优势产业 还是留在那里的 疏散的是一些 相对不那么经济的产业了 但这些产业 依旧有很多的就业 比如深圳 龙华的富士康 它其实往内地搬钱 是更适合的 你包括龙华 富士康厂子 这些如果是外地的青年工人的话 你肯定在深圳 一辈子也买不起房 不如疏散到内地去 那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就录完了 那么关于最后的最后 还是看两会 关于最终的动向 我今天说的 也是主要是对过去的总结 一些原因的说明 真正会往哪里走 还是看两会 两会快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